作为演员们的第二故乡 恒电影视城已经接纳过成百上千的剧组了 而就在近日又有一支来自海外的剧组 非常低调的抵达了恒电 是的他们就是来自于韩国的齐皇后剧组 虽然说这个戒备很森严 但是我们娱乐星天底依然拿到了很多独家镜头 去看一下 韩剧齐皇后在恒电拍摄 10月12号起就有网友陆续发布了 齐皇后在恒电影视城拍摄的片场照片 更有网友晒出了主演何志愿身着华丽皇后服的照片 话说韩剧来恒电取景这是真的吗 那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刚刚走进明清宫 我们就见到一位颇为激动的游客 你很多地方都不让进 很多地方都不让进 这也不让进那也不让进 难道是为了给齐皇后腾出拍摄空间 剧组把整个明清宫都给缝了起来 好在我们有仙人 齐皇后今天在里面拍 我们是封掉了 不过休息的时候还是可以进去的 对就是游客什么 进去的休息的时候可以进去的是 拍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一下 顺着恒电影视城工作人员的指引 我们终于在太和门外看到了齐皇后剧组的身影 远远望去太和店的门口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 而在店外的石阶上 剧组更是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 既然已经找到了剧组 那何志愿会不会就在拍摄现场呢 他现在穿的衣服和着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就在片场 而且和群众演员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何志愿你究竟在哪里呢 虽然剧组没有对媒体开放探班 但我们从远处可以看见 何志愿当天的确身穿公衣服 底旁的助理还时不时地上前为他打理吹乱的头发 而据记者了解 由于电视剧《齐皇后》将于10月28号在韩国播出 所以剧组的拍摄进度十分紧凑 主演们每天要从清晨拍到深夜 根本停不下来啊 而在恒电结束为期10天左右的拍摄后 剧组又将马不停蹄地赶回韩国 在电视剧《齐皇后》中 何志愿将演绎齐成娘从卑微的宫女 通过奋斗最后成为一代皇后的传媳一生 虽然何志愿在片中时常男扮女装打打杀杀 但下了戏何志愿的亲切 还是得到了不少群众演员们的好评 他在前面的时候他会问问你叫什么 然后在前面写上你的名字 但是我们不会说韩语 那就写不了只有他的签名 留了新天地 期待期望后播出 恒电独家采访报道